北芒幽名,荒丘之传说 第一章,北芒荒丘的传说 北芒荒丘,这片神秘的土地,是无数帝王江湘的安息之地 在这里,无数的传说流传着,吸引着无数的探险者和学者 每当夜幕降临,月光洒在荒丘之上,似乎能听到那些灵魂低语,讲述着他们曾经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李清,一位年轻的考古学者,对北芒的传说情有独钟 他的祖父曾经是北芒的守护者,研究这片土地的奥秘,但因为一次意外而离开了人世 李清继承了祖父的志向,决定踏上探险之旅,解开北芒的秘密 第二章,陈颖剑的传说 据说,北芒荒丘埋藏着一把名为陈颖剑的神兵,这把剑能够斩断一切烦恼,带领持剑者走向无上的荣耀 李清听说这把剑的传说,于是决定深入荒丘寻找他 他整理好装备,带着几本古籍,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 在荒丘的深处,李清遇见了一位名叫苏月的女子,他同样在寻找陈颖剑 苏月是一名武者,拥有高超的武艺 他告诉李清,陈颖剑的真正力量不仅在于斩断烦恼,更在于可以换取人的灵魂 李清对此感到惊讶,但他依然想要寻找陈颖剑,因为他希望能用他来保护自己的家族 他和苏月结成了伙伴,两人一起深入荒丘,展开了一段冒险之旅 第三章,幻魂骨的秘密 在北芒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里面藏着一种名为幻魂骨的古老法术 这种法术能够让一个人的灵魂与另一个人互换,从而达到重生的效果 李清感到震惊,这样的法术在当今已经几乎失传 然而,他们却发现这个法术伴随着诅咒,使用者必须付出代价 李清思索再三,决定不使用这个法术,而是将这一秘密继续隐藏,避免未来造成更多的灾难 苏月却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法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人因为理念不合,产生了分歧,最终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第四章,千面妖童的出现 在李清的探索过程中,他听闻了关于千面妖童的故事 据说这是一种能够看透人心的宝物,任何人若能得到它,将能洞察一切阴谋与诡计 李清深知自己在北盲的探险之中,危险重重,于是决定寻找这个宝物 在一个名叫黑水村的小村落,李清遇见了一位神秘的老者,据说他曾经拥有千面妖童 老者告诉李清,这个宝物被一位强大的妖怪守护着,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够得到他 李清在老者的指引下,开始了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 他遇见了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内心的阴影 经过艰苦的努力,李清终于领悟到了自己的心灵,并成功取得了千面妖童 第五章,人皮灯笼的诡诀 获得千面妖童后,李清再次深入荒丘,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人皮灯笼 这个灯笼由人皮制成,据说能够召唤亡灵 李清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却又因为好奇而无法抗拒 他想要知道这个灯笼的真相,于是决定进行一次惊险的实验 李清在黑夜中点燃了灯笼,瞬间,周围的空气变得冰冷 无数亡灵的身影浮现 这些亡灵向李清诉说着他们未了的心愿 李清听着这些故事,心中充满了感慨 他开始明白,这些灵魂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决定帮助这些亡灵完成心愿,释放他们的灵魂,并一次来寻求自己的救赎 随着一次次的努力,李清逐渐赢得了亡灵们的信任 他也因此变得更加成熟与坚定 第六章,芒山沃佛的传说 在李清的探索中,他听说了芒山沃佛的故事 这是一尊长眠于荒丘之下的佛像,据说拥有治愈一切的力量 李清心忠然其希望,决定前往芒山寻找这尊沃佛 希望能借助其力量来拯救自己的家族 在前往芒山的路上,李清遇见了苏月 此时的他因为不断追寻力量而遭遇了挫折,内心充满了困惑和迷茫 李清见到他后,便鼓励他一同前往芒山 两人一路上互相扶持,分享彼此的心路历程,渐渐修复了之前的裂痕 李清告诉苏月,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力量,更是心灵的平静与和解 苏月被李清的坚持所感动,终于明白了自己追求的真正意义 第七章,九眼天珠的觉醒 在芒山,他们终于找到了沃佛的遗迹,却意外发现了九眼天珠 九眼天珠是一种传说中的宝物,拥有无穷的力量,能够觉醒人心中的潜力 李清和苏月明白,这是他们的命运之珠 然而,他们并不是唯一想要得到九眼天珠的人 来自黑暗势力的妖怪也在寻找这件宝物,并且已经追上了他们 李清和苏月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必须携手对抗来自黑暗的力量 第八章,悬空明官的对决 最终,李清和苏月在黑暗势力的攻击中,激烈地展开了一场战斗 他们面对的是一具悬空的明官,里面封印着一位强大的妖王 妖王企图夺取九眼天珠,掌控北盲的所有力量 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清和苏月发现,只有合作才能战胜妖王 他们利用千面妖童洞洞悉妖王的弱点,并将成引荐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发动了最强的攻击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战斗,李清和苏月最终成功打败了妖王 九眼天珠也在这一刻被完全觉醒 两人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迷失自我,而是选择将力量用于守护这片土地 第九章,平静的未来 随着妖王的败北,北盲的荒丘恢复了平静,李清和苏月决定共同守护这片土地,成为新的守护者 他们将九眼天珠的力量用于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传递正义与希望 李清在这段旅程中学会了珍惜与勇敢,也明白了爱情的真正意义 而苏月也不再追求无止境的力量,而是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人 两人在北盲的荒丘上创造了一段新的传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